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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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辦法擁有這段感情 但是至少我們 我們是曾經相愛過的 然後離開之後那個 沒辦法得到你 或者是從來就沒有機會得到你的心情 對 然後就是這份獨佔的心酸 那拍MV的時候就是其實 我有一點就是 hold不住自己的那個情緒 因為就覺得MV當中的那個角色 真的很可憐 他就是一直得不到愛情的那個 住在隔壁的頭個狂 對 然後這首歌其實 是曉玲老師、黃映玲老師幫我製作的 然後是一首很深情 而且很揪心的歌曲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進入這首歌裡面 我們一起釋放、一起療傷 接下來我要介紹 變心記這張專輯的歌曲 叫做天真的蝎 天真的蝎有兩種歌名的念法 你可以是天真的蝎 也可以是天真的蝎 天啊 真的很天蝎 或者是這隻天蝎很天真 對 這首歌的詞是藍小鞋老師幫我寫的 然後曲是我寫的 然後再寫的就是一首 這是一首非常天蝎的歌曲 我不知道你身邊認識的朋友的天蝎座是不是這樣 但是我這隻蝎呢 其實算是蠻天真的 很多時候我會在外表 假裝自己是一個很堅強的人 可是心裡面其實難免還是會有一些黑暗面跟脆弱的那一面 那通常天蝎座會選擇隱藏起來 不讓別人看到自己的脆弱 但有時候這樣子真的蠻累的 所以這一首歌我最喜歡的歌詞 其實是最後一句 就是不是沒有堅固的盔甲 可是快樂嗎 算是天蝎自己跟自己的對話 然後這首歌的MV也相當的有可看性 我在裡面有像C一樣的那個身軀的扭動 其實就是展現一個天蝎的內心世界裡面的掙扎 希望大家會喜歡天真的些 接下來要推薦給大家的歌曲 是我的新專輯《變心記》當中的 《誰不想太多》 這首歌一樣是我的曲 然後詞是由林建良寫的 然後當時呢 這首歌的歌詞 在demo的狀態完全不是講大家現在看到的這樣 那後來是我跟建良哥其實我們就有聊一些 我在感情上的感情觀跟看法 然後聊著聊著我就突然蹦出一句話 對啊就是大家在感情裡面其實都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誰不想太多呢 結果就歌名出來了 然後後來建良哥就把這首歌 透過跟我的聊天跟內容 然後整理成現在大家聽到的誰不想太多 其實我們大家在感情裡都會遇到類似的狀況 可能對方跟別人曖昧你不開心 可能對方沒有那麼喜歡你你不開心 也有很甜蜜的那個部分 大家可能在面對感情的時候通常會想很多 那這首歌主要要告訴大家的事情就是 通常來講想太多其實就注定會失去更多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在感情裡面都可以 不要想那麼多 偶爾讓自己放鬆一下 希望大家喜歡這首誰不想太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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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